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网红 九妹 九妹你好 怎么是世界上最大 我有私心 干妈好 我跟你说 九妹是1988年出生的 对不对 我本来觉得你叫我干妈 但我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吃亏 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老 对不对 可是真的糟糕了 有一天呢 我就收到了一个line 那是我的高中北女的同学 他传讯息给我说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 我们的下一代也一起是同学 然后他传的那一张照片里面 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我后来才发现 有个人看起来很像九妹 果然就是 所以你朋友的小孩 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而且可能是你念青大的时候 教大 教大对不对 你长得差不多 那时候也胖胖的 所以你同学的小孩跟我是同学 对他可能后来可能在媒体上看到一个消息 说你叫我干妈 然后他就传一个讯息给我说 他儿子是九妹的同学 所以你同学很早生 所以我就有点不甘愿了 我就想说天哪 原来是这样耶 就差不多了 原来也差不多 原来我同学哦 我跟你讲我们班上的同学是这样 那些看起来不会交男朋友的 都很早生 就默默的就结婚生小孩 而且婚姻都很 很正常嘛 对都很从一很中 但后面再晚的 都比较不幸 就比较晚节 对 所以的确是你交大同学 好吧 那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九妹 听说你才刚刚去美国 对 被Apple邀请去 台湾只邀请你吗 台湾总共邀请了 我算一下 大概 它分成传统媒体跟自媒体 对 然后总共加起来应该七八个 然后自媒体的部分应该邀了三个 对对对 有没有要求你去帮他做一些什么样的promote 没有 他就是 我觉得苹果这一点是非常大方的 苹果这两三年来 你要报不报随便 对 要报不报 要讲好或不好都随便你 反正你不久就会买Apple手机的时候 把钱吐回来 诶 这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为什么我说他很大方呢 是因为这两三年来呢 他会借我他们的媒体机公关机 但是呢 我自己用的是安卓 你这样不好 对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可是可是我觉得苹果的态度就是说 我的无所谓 他很大方 他跟其他的厂商 有些厂商就是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个安卓要不要过来 姐妹用的是安卓哟 就是他就是很大方 他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媒体是qualified的 他觉得你OK 他就邀请你来 希望你来看看他的新产品 我觉得对一个 已经变成全球独大的行业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他全球最大 对不对 我邀请你来 要报不报 随便你啊 我们现在就在努力的帮他报 那请问那个发表会是在开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贾博斯之后的发表会 会不会让你觉得无聊 其实说实话 贾博斯走后的几年发表会 都是很无聊的 那发表会分成每年 苹果发表会好几次 这一次叫做WWDC 它的中文叫做开发者大会 所以往年的开发者大会 其实都很无聊 他就在讲软体的更新 讲说有什么APP 因为他是要给开发者看 他其实严格讲不是给消费者 所以给开发者看的东西 就是比较technical 比较技术向 然后比较说你有什么东西 我软体可以开发 你赶快来开发 但是因为今年 很惊喜的是 他有所谓的one more thing 就是苹果粉的 苹果粉最期待的就是说 发表会都快结束了 突然他就说 我们还有一个压轴还没上 然后今年就上了一个Vision Pro 就是一个头戴私装置 Vision Pro就是一个戴在头上 那传统我们会叫他VR AR的眼镜 但是苹果他认为 这个不叫VR不叫AR 但他同时也是 只是他认为这个叫做空间运算 对是说来话啥 没关系啊 脸书也说他叫Meta 对脸书也叫Meta 就是当然有一部分是行销考量 一部分是苹果他的企图心真的很大 因为像现在的VR 所以他以后 可是硬体已经不流行了 他还在做眼睛的硬体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VR 我们就叫做VR好了 好就叫VR VR或AR 就是他这个眼镜这个东西 其实很包括了微软 包括Meta 包括了HTC都在做 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苹果 最特别是苹果竟然也加入了这个战场 然后真的Announce上市了 就是宣布有这个产品 那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不只他想要做到的事 是因为现在的VR眼镜 就拿来娱乐用 拿来玩游戏啊 看影片用 那当然苹果的也能做到 可是苹果号称的是 他可以像关键报告 就电影里面 他可以一次这样开很多个视窗 在这边回email 在这边打字 然后在这边回Line 所以他希望是 他为什么会叫空间运算 不叫ARVR或混合时机 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住在 自己想象的监狱里 对对对 因为他认为这个产品 就跟iPhone一样 像20年前 我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们被手机绑架 那他希望未来 我们被这一个头戴式装置绑架 对 我们活在 对你要讲自己的监狱里 对啊 真的是自己想象的监狱里啊 当然我也乐观其成啊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 本来就活在自己想象的监狱里 对对对 只是一个现实跟哲学性形容的问题 但是用监狱形容有点痛苦 但是的确他是的 对啦对 牢笼 但你以后在现实生活 如果很不满意啊 那你就赶快戴上你的VR眼镜 对不对 我戴上那个VR 然后在看影片 在看照片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完蛋了 生育率又要下降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跟我曾经好像在Podcast里面讲过一个 就伤针的原理是一样 就那堆老鼠星球的实验 最后那些老鼠 他就不生育了 对 他就自己在那里舔毛 对 或者在厮杀 对 就分成两派对对对 主战派与组合派 最后任何的科学家实验的老鼠星球 对 再没有新的外来的压力 或者是新的注入的状况下 一定都灭亡 就是这个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 生育率下降这件事 你说VR那个东西是不是这样 对 对 就是你以后就开始舔毛了 对 就是我们何必 我们也没办法 也不用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了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很俗气 也就是 如果我用那个VR眼镜看戏的话 我会看到男主角本人 哈哈哈哈 看他用什么格式拍 如果用最好的格式拍 他有一段demo是演唱会 然后我记得是那一个歌手 距离我的感觉体感 大概50公分近 大概就在这里 就是他唱一唱 然后那个镜头会环绕 然后那个歌手会这样走进来 好像他单独为你唱这样吗 对 对 很棒 是 然后不久我们就会 你知道会分不清楚想象跟现实 觉得我跟他很熟啊 对 然后还有一段是 我觉得看了会起鸡皮疙瘩的是 他可以记录3D的回忆 嗯 所以他那个demo是你第一人称在看着家人帮你过生日 我然后想说完蛋了 这个以后如果拍下我的小孩 我的狗狗 我的家人 我的长辈 多年后看我 就是一直边看边哭 会哭吗 会啊会啊 就是 你是说你不在的时候吗 或他们不在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会哭啦 希望他们哭啦 我想的都很 很那个 我想的可能跟你不一样 我都很乐观 我心里想说说因为爱因斯坦 我们以前没有办法问他说 现在你对于这个事件 或对于这个科学的某一种事情 有没有什么看法 说不定他的看法可以领导人类啊 可是现在如果有那种AI的第二大脑 就把你整个脑袋的思考程序 逻辑全部运作在那里之后 我跟你讲 万一你不在的时候 那个想象中的久妹还在自己拍影片 因为这个就是你知道AI的 我们那种人的3.0出现了 他自己在制造自己 就是我们对灵魂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是否未来会永远活在网路 或活在计算机里面 而且你的人工大脑 如果真的做好储存 你会制造你自己 你会按照你的思路在 所以你现在要先训练自己 才能制造一个跟你一样好的AI大脑 有有有 我们最近有在讨论这件事说 要不要用我的AI的声音帮我配音 我只要写稿我就不用真的录 而且可以用在诈骗集团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诈骗集团真的是气死 刚刚上一段讲到了诈骗 我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告一段落 但我前不久我还生了一个气 就那时候我正在印尼 我朋友的海岛度假的时候 就看到了有一个媒体 他上面写说 那个某一个妇人被吴淡如括号 上面有引号上引号下引号 诈骗500多万 我那时候真的 我本来还没有发现 你知道吗 因为这也不是第一件 很多人都用我的名字在诈骗 还有1000多万 我的问题在于 你知道那一行标题念起来 就是我在诈骗 你难道会念说 某一个妇人被上引号 吴淡如下引号的诈骗吗 这话以文艺来说蛮奇怪的 在指控你 所以呢 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后来发现缓都不记急 我就直接也在自媒体上 通缉他的名字 就某一个媒体的叉叉叉 你看 其实我的手法还是蛮猛的 不过大概过一个小时 他就跟我说 他就道歉下架了 然后改了 他后来连我的名字都不敢提 我说你不用这样 但是你要里面写清楚是诈骗集团利用我 你连里面都没交代 但他真的理亏 他一开始第一个版本 我就算了啦 但是对 那你讲到自媒体的好处 反击很迅速 对 是不是 你不用上稿 所以我是不是都在看乐观的那一面 也就我现在不用去拜托说 谁谁谁去帮我关锁 但我有个朋友 很自动的就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后来是希望 我也把我之前那两篇在通缉 在抗议的心下架 我说好 这样大家好谈 你连记者会都不用开 是不是 所以 我最近比较少看到干妈的诈骗资讯 他都跟着潮流走 像前一阵子我是看到黄仁勋的 就是NVIDIA的老板 他还把他做成AI的头像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超坏的 那你最近被利用的是什么 我最近也是存古诈骗 都是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用你的有没有骗到 但用我的的确有骗到 我跟你讲一开始我看到 你跟臀股没关系 对啊 而且我的形象就是买台积电赔钱啊 对啊 所以一开始 我知道我们都是故意很爱讲赔钱 我也一直讲北海道赔钱 啊 等一下我再来问一下 九妹我那间房子你要不要 我是很想要到我不好意思收 不会不会 真的拿去 不是我拿了我也没有 对没有用 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好把这件事说完 好把这件事说完 好把财力打 好像我想一下 刚刚说 就是一开始我看到 因为我有一个纪录片的系列 然后打算要拍这一个题材嘛 所以我就请我的制作人 再follow这件事情 然后一开始我自己也做一些功课 然后我就看这些存古诈骗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荒谬很好笑 就觉得说谁会被骗 是啊 然后我后来实际去看之后 他五花八门 他全部的人物都拿来做诈骗 所以我后来设身处地的去想说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中老年人 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人好了 我如果用的就是脸书 我根本无从判断说 这个人是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就真的尝试去加入 那一个存古的赖群 然后那个赖群里面呢 他一开始也不会骗你钱 所以他一开始是真的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在分享 然后会有老师上课 然后老师上课就是复制 因为我们太爱网路上的免费分享 对对 然后他分享的东西也是 从别的地方复制贴上 所以也算是有料的 然后他也会爆牌 然后他爆牌里面 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爆牌 他也会告诉你小心诈骗 因为我有进去卧底 对对对我也是 然后他的这个线埋伏 大概要埋伏到一两个月 才开始骗钱 然后他是混合了爱情诈骗 他会看你是男生或女生 如果像我是男生嘛 他就会说 因为假设今天我加入一个 假设用郭台铭的唇骨 然后他也知道 郭台铭不可能一对一的 跟你聊天很假 他就派他的特注嘛 对派他的特注 然后特注一定是一个 可爱的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会每天 跟你虚寒问暖 然后这个女生 还会每天传照片说 我今天自己煮饭吃 他会影射说 他会暗示说他单身 然后说他今天参加了 什么瑜伽的课 然后拍一些照片给你看 可并不拍到他的本人 他拍到他就是很真实 也不会像真的是感情诈骗 他就是一直在取信你 对他吊你 所以他一部分是跟你讲说 教你免费的理财资讯 一部分是这个助手 还会好像很有缘分的 在跟你聊天 你就会整个人陷进去 对 那十个 你们只要中一个就完蛋 其实我非常希望 我这样讲不太对 就是拜托你去被别人骗好不好 不要每次上面的名字都是我 我头好痛 然后还有人专门写文章说 为什么是无奈如才骗得到钱 我真的是 他在讲你的TA比较会被骗是不是 这是太可恶了 我相信我们节目的人不会接受的 我真的觉得太可恶了 因为无从判断 因为我跟你讲 他意思说我的TA年纪比较大会被骗 其实不是 我的TA的确比较有钱 因为我们这一代 金额一定会比较大 对 我觉得是逻辑 骗你们这种年纪没有用啊 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的 他是用散弹枪来打的 所以就好像我今天认识干妈 认识我自己 我看到我自己的唇口照片 当然觉得很可笑很荒谬 可是我一定有我不认识的人 在开所谓的免费唇股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可能真的有人愿意免费 所以他搞到最后 我的形象好像就是免费 因为我的确曾经做过很多 所以你的形象的确比较容易 免费 对啊我的话没有 因为我就卖 对不起我是商人 不是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追本溯源 当然这个影片我们还在拍 但这个影片最后有很多原因 一部分是柬埔寨的诈骗集团 他们就是在那里 然后一部分是脸书对这件事情的不作为 你要不要访问我呢 我觉得可以可以到时候安排一下 因为每次出现的 现在金额加起来 都不知道多少了 而且因为我的仿冒 被仿冒 然后变成受害者 金额一定很大 因为目前我自己算了 光三个就已经两千多万 我心里在想说 其实我们自媒体 可能他连自媒体就只有脸书 你也可以到我的脸书私讯问问看 我们的小编真的会回话说那是诈骗 我自己都公告过一百次了 可是你有沒有觉得 这就是在自己想象力的 有点像被诈骗集团 戴了VR的眼镜一样 有可能 他就开始 我们会做很多脑补 对不对 但是VR眼镜 通常只会要你掏硬体的那支钱 他不会要你户头里全部的钱 他们那个很坏 他们就是教你 还叫你解定存 还教你怎么跟银行讲 想说怎么样可以顺利把定存拿出来 那超坏的 因为他知道那个路径 不过最近我推荐大家去看那个 模范计程车第二季 因为男主角很帅 而且实相权的 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他讲的就是 他们韩国 就是去把一些科技业的学生 搞到那个 也像是KK园区那样的地方 然后就是一直在骗人 就是那种人猪集团 在诈骗 然后里面的人受到虐待 直到那个伟大的男主角去解救他们 这影片如果早一点出来 就不会有人去当人猪了 因为那个影片太血淋淋了 所以 可是人猪集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但其实这是一起的 因为骗你的人是 的确跟人猪集团也有关系 骗人骗不了之后就骗唇骨 这件事情讲到底层 一个很悲哀的逻辑是会被骗的人终究会被骗 他就是想要相信那个 他就想要相信有不老而后的事情 对他会绽放着一些被骗的光芒 但是其实我也知道怎样可以不被骗 所以你应该访问我 我很少主动上别的节目 可以可以我安排一下 我知道怎样一定是骗局 其实就跟我的老师 他也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 安德烈克斯托兰尼所说的 只要是告诉你保本避险赴你定期 我可以告诉你全部都是骗 好待会再聊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九妹来谈一谈 就是他也是见多世广 我们看见的许多人跟事情 刚刚讲到诈骗 给你呼吁一下好了 我没有开任何存股跟投资的相关类群 我们只有收费的房地产课程 其他的都没有 请各位不要加入任何免费的课程 因为其实从人来讲你就知道 大部分的人 就大家都要生活 什么都有制作费 是可以卖便宜一点 那完全免费就怪了 任何免费 我在商业学到最好一件事 任何免费都要有人付钱 而且那个人看不见 就好像Ladies Night 我想这么聪明一句事好了 免贤的最贵啦 就好像晚上酒吧 为什么女性免费 他就是希望一些男的去当凯子 然后去看这些免费的女生 我身边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朋友 我都会告诫他们免贤的最贵 就是免贤的就想跟你谈感情嘛 免贤的就想要跟你结婚嘛 那你要想清楚 对就是免贤的 我觉得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免贤的最贵啊 但我必须说 因为我跟那个酒店妈妈上完手的 其实要钱的也有要跟你结婚的 都要的 你要先去观察一下 要钱又要结婚 因为人很妙 人有了这个之后就要那个 对人有了这个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是他应该拥有的 他可能会要更多 是好那昨天呢 不是你看那个奥峰集团嘛 有那个8%有没有 就是IMB嘛 很多公司被骗你知道吗 我后来终于忍不住了 你说法人也被他骗 对他上市公司列了很多伟大的法人 至少有8家以上 然后我就其中有一家的总经理 不好意思刚好是我的朋友 我终于看了那个新闻 我看了三天之后 我决定要问他 他有多少损失 然后他就说是我们公司没错 他说呢 不过还好他们的财务长 在去年啊全部出托 也就是他没有变成最后一只老鼠 他赚了一千多万 然后 一千多是他本金一千多 还是他那8%就一千多 那个8%就一千 他头快一亿耶 可是你知道如果没出这是怎么死的 就是赔一亿啊 对所以去年还没有倒 他说后来呢 他怎么会知道个优责 没有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说后来 他董事会设了更严格的规范 就不让他再去投这些 然后他说可是因为他们去年的财报 这一千多万 是占了他们财报的N分之一 已经算蛮大的数字 但今年呢就没有那些钱 所以这样从他的说法 他很诚实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上市公司要把钱放在那里 8%很难赚 对 半导体毛三到四 对 不是半导体 那个 传产的上市公司 传产的上市公司毛利都非常低 代工啦 对啦 半导体很高 半导体很高 但代工很低 对但半导体的营运费用很高 半导体的门槛太高 他光一台光科技就几十亿 所以难怪就是8%他们会 而且他骗了十年 马多夫倒的时候他都没倒 我觉得这个就是 是有多坚强的毅力可以撑下去 我觉得8%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笑 如果是以IMB这个案子来说 大家不要去笑他 因为8%这个数字 真的是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因为像我们 你有遇到踩到IMB的吗 因为奥峰有四百万人 我身边是没有 可是我自己设身处地想 我会觉得假设今天 因为像我以前接触很多加密货币 币圈的他都20% 20%我就觉得是假的 20%一定倒 什么东西有20% 稳定20% 然后十几%我也都有警觉 可是8%我会觉得有机会做到 其实我跟你说 我看过最厉害的 就是这样也倒的 是4% 4%也倒 因为他现在越来越减少 让你的提防心降到一个底点 所以你也不能说被骗的这些人贪心 因为我觉得4%到8%算是一个合理的报酬 而且以前雷曼债的 我可以跟你说 其实我那时候讲大家都不相信 我看到的是数据 他们去买债券的平均希望的收益 在那时候是3%而已 就说你给我3%就好 比国债好一点 连这3%都被骗 那你能够说他们贪心吗 他们只相信了一件事叫做持续稳定的收益 但是这不是投资的本质 投资一定有风险 在他们的认知 他们以为雷曼不会倒 可是任何东西都可能倒 因为雷曼有百年 奥峰才10年 但是这个背后有很庞大的 政府或者是官商一定有 他们以为政府要去救雷曼 结果后来没去救他 所以现在之前在讨论说 美国国债会不会倒 但应该是不会 他倒的话其实全世界也都跟着倒 可是你觉得这不是诈骗吗 我其实觉得这是某种 你说美国国债吗 老神债债之诈骗 我觉得美国国债 不能这样讲 不能讲美国坏话 我觉得算是美国政府 让全世界来分摊他的债务 不能说诈骗 但有一点tricky 前不久我看到他们又提高债务上限 因为不提高不行 他有always提高 不可能不提高 提高债务上限 然后股票大涨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 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逻辑 虽然股票涨得我很高兴 所以一定要买资产 不要放现金 一定要买一些东西 不然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你的课程 资产 对不对 上次我们打了一个赌嘛 对你还没有挑机票时间 我要慢慢享受 那个赌叫做什么 你自己讲好了 就那个时候我跟Ted去上干妈的节目 然后干妈就说 这个一定卖超过五千万 然后那时候就说 我想说五千万虽然说可能有机会 但一定会达到嘛 我自己心里没有把握 原来你是这么谦虚的人 因为我第一次卖线上课程 然后我觉得五千万 就是以我那个平台来说算卖很好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业绩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赌 然后想说如果有五千万的话 就是我请干妈一个 商务舱 日本来回商务舱 如果不到五千万 干妈请我 对 我本来想要给你安慰奖 安慰奖 说没有到五千万你请我 没不用啦 送一张机票 结果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嘛 现在应该后台看应该是快八千吧 对 不过我知道课程就是这样 就是卖一段时间之后 就不会持续再卖 不要去要求常委效应 我其实很满意了啦 尤其房地产他是有时间性的 但是跟你合作的那个Tate 他很聪明 我很少遇到房地产真的很聪明的人 真的吗 真的我不骗你 我觉得他比很多建设公司的老板都聪明 可是他也看很多了 对啦 从土地开发一路一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 因为房地产本来想说 我们现在课程课纲36堂 然后就说卖这么好 那不然多加几堂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也是有点龟毛 处女座 然后我们录一录就觉得说 这边讲的不够信我们再加 所以我们现在一路加到快要50堂 就多路几集 可是我后来发现线上课程如果怎么样才能赚钱 我其实每天我的脑袋都在活在自己的监狱里在归纳那个逻辑 我后来发现人是现实的只有一个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久妹 我们谈的是她的课程 我后来知道其实线上课程大概只有几种后来做得下去 因为现在又已经是完全竞争嘛 就是教你赚钱的就可以做得下去 其实这个卓纪跟诈骗集团为什么要骗你呀 不赚钱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骗你 就是我们 我觉得刚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教赚钱卖很好的话 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爱丽莎莎的课 因为她卖了2万多个 应该是台湾目前现上课程近年来卖最好的 而且她的费用比你高很多 就差不多 但她也很认真的在录音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分析 就是我说实在话 我身边卖下课程 这也是赚钱的呀 对对对对 就是我身边做下课程都很认真 我认为都是认真在备课 可是卖很好的跟卖一般的差距十几二十倍 那我觉得莎莎是因为它主打自媒体变现 而不是直接教说你如何成为自媒体 这个逻辑大标有差 这个题目也很好 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课程 大家就有付钱的兴趣 而且要看 你赚了那个数量 跟你付的学费的比例关系 比如说你做房子 教大家买房的 因为房子动辄 一千多 对就一两千万啊 甚至上亿啊 那你就会觉得说 我花几千块来学这个 非常OK 对不对 但如果一个课程说 我教你怎样省钱 你会付三千块去学 不可能嘛 就是想学省钱的人 就不想花钱学课程 所以逻辑要对 好所以这个课程 总共有五十个小时 五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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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到五十个小时 五十个小时有点太厉害 你们已经录完了吗 还是正在录 我们录最后的加码的几数 是 对对对 那个我有个朋友买了爱丽莎莎的课程 然后他很年轻 他就跟我讲说 我后来发现 他讲的很有道理 问题是我不是爱丽莎莎 我说对了 你讲到了这个本质 就是你自己本身 如果有流量的话 你学了他的课 你也许会发扬光大 但刚开始啊 任何从无生有 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假设以自媒体课来说 我觉得学员不能预期说 买了就能成为百万大YouTuber 就是这个成功 没有那么好复制 但是我相信莎莎一定有教了一些很关键性的点 我们后来有一个课程 就叫做请那个台大EMBA的业师 就是他们的行业的讲课的教授来 叫做本来叫做 那个title是我想的 叫第一次创业就成功 我后来回家想了三天 就打电话给那个平台说 这样是诈骗集团 因为第一次创业我也成功 真的太可怕 我觉得可能一辈子创业都不会这样 虽然他们讲的课很好 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改成 第一次创业就要成功 不然我会沦为诈骗集团 打标很重要 对其实我觉得爱丽莎莎 是因为她那个标题也做得挺好 对对她各方面都要做到 才能卖这么好 所以以后的 其实所有的课程都是一样的 就是人 我们在人心里面都会去估算那个比例 比如说你如果要上一个心理学课 你就会心里想说 这沟通也未必有用 我为什么要花三千块的上课 对对对 就是我就要看住那件事情 像我们最前面有聊到那个 苹果不是出那个头戴式装置 然后那个头戴式装置 它的定价很贵 三四九九美金 台湾含税可能要十一万 然后大家就讲说神经病 谁要买十一万拿来玩游戏 拿来看剧可是苹果他很聪明 苹果知道说就是如果只是玩游戏跟看剧 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十一万 但是他号称可以工作 所以工作 就是他可以在里面回email 回like 然后因为他里面搭载的晶片很强 所以理论上可以在里面剪片 可以在就是生产力工具 不会不会我会买啊 对你就把它想象成是笔电的概念 而且我会请那个同事开会 以后我就在我家 让你栩栩无声的看到我 对对对 就是对对 它一个类似一个avatar 就是你自己的虚拟人在那边开会 然后也可以同时开好几个 可是任何硬体 尤其是3C 前面买的一定都是价格的傻瓜 对对 但是因为前面讲到说 人花钱是有个比例的 如果今天只是娱乐用 可能不愿意花很多钱 可是如果今天它同时就是娱乐跟生产力的工具 你可能就愿意多花钱 这个跟任天堂的游戏机概念是很接近的 他不敢定一个太高的价格 他不定很便宜 是 他其实我都觉得他刚开始是 一定要靠量很大才能够赚 研发经费还都要不回来 对对他就是可能赔小赔或是平盘卖掉 他是为了从卖游戏赚钱 所以我真的很想提醒任天堂 他们应该要告诉别人说 这个有工作的功能 这个很难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九妹 那她是一个百万网红 但她也常常被言上 你看我讲这言上两个字都可以完全不喘气 因为我已经挺习惯的 这个有人采访你像数位时代说 你的直男的人设太鲜明 女性观众只有15% 以前是啦 但后来做了房地产线 还有这个多次的跟干妈fit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25%了 真的 成长了快一倍 各位妈妈们 其实我跟你讲 九妹是一个很好的儿子的人设 就念知名大学乖乖的又挺会赚钱的 又敬老尊贤 所以请我们女性朋友 你不在乎年龄 我们多多支持她吧 其实我们后来在看那个韩剧男主角 我心里想的也不是说 有这样的伴真好 我心里想说有这样的儿子真好 你看这心态是不是已经很萧条 就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角色 想的影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这世界上购买最大的阻力 事实上是中年女性 一定是 韩剧看的女性你以为是年轻人 不是 就算她是二十几岁红的 她的粉丝一定要有巨大的中年女性 因为消费力很强 所以是我们在决定这世界的走向 对 整个社群是绕着女生在旋转的 所以你的那个房屋的也都是 因为线上课程其实女性的观众 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六十四十 你说女生六十 女生六十 那你这个不可能都是男性的 我的25%是整个频道 over all 25% 如果以房地产的话 女生会再更高一点点 但说实话还是没有比男生多 可能到35%上下 因为这必须讲到平台的差异 是整个YouTube平台 其实看的男生本来就比较多 是这样吗 因为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之余的 闲销时间是有限的 那我的观察 这个我不确定有没有刻板印象 但是我的观察 女生会花比较多时间去看剧 对 看剧然后看 还有看小红书IG等等 对因为我划太久 那种无聊片 我会提醒我自己 对对 然后所以女生比较喜欢看剧 那男生没那么爱看剧 那男生没那么爱看剧 他多的时间拿来干嘛 可能拿来打电动 或拿来看YouTube 所以整个平台上 YouTube的比例大概是 也没有到差很多 但可能男生是55% 我想请问你 有没有办法一边看YouTube 一边打电动 我是没办法 可是很多 你现在讲到 我的观察是男生比较 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可是女生好像比较有办法 边听一个东西 边做一件事 可是事实上 像你们这个年纪的男性 因为都在养家活口阶段 是最难付出钱的那笔人 对不对 我也看过很多女生 她就是胸部很大 很美很年轻 有一堆男性粉丝 但是只要她开始做贩售 或者是带货 厂商都说 那个没有办法 对 是不是 所以你们这批人 是很难拿出 我们这些就免费党 我们这些男生 就是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露奶的网红 他的IG要follow 要超过10万非常简单 你每天露奶 每天在泳池拍照 都很简单 可是一带货就是绕帅 你也发现了 因为厂商是这样跟我讲的 我若是厂商 我觉得不投这些美啊 我要投一定是投那些 例如投干妈好了 或者是投这种 中年妇女的形象 她的人设是一个家庭的 她的TA一定要是女生 她的转化率才好 你知道前不久 我还问过一个很好笑的问题 这个女生我们都认识 身材非常好胸部也很大 我们就不要说了 她很可爱啦 那我代言了某个产品 她是 就是厂商请她置入 她就把她的胸部 放在保险箱上面 然后我就看那照片 我有点惊呆 你知道吗 我就跟厂商说 这样卖得出去吗 厂商说卖得很好 我说怎么可能 因为这个客群 显然 如果是我们这一群 需要保险箱 有东西放的人 好像胸部对我们不是很有用吗 她卖得很好 你看她卖得很好 所以还是有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后来我的确问过这位可爱的女生 她就说 她们可以放私密用品啊 哈哈哈哈 这我没有想到 可以放情趣用品 不要被妈妈抢到 我们之前一起拍片的 那一个保险箱 是吗 是那一个吗 就是那一个嘛 就是静脉解锁的那一个 对对 我没有想到欸 所以如果她可以跟别的地方结合 可能还是可以卖很好 所以这很多东西 商机是出现在 你没有想到的地方 本来你会觉得这好像错误人设 其实不是 对就是我意思 因为那个保险箱认识你的嘛 对对对对 拍的那位可爱的妹妹也是 等不等要跟你讲是谁 好好好 她会把宣布放在上面 人家也没几个吧 对 可是人家她真的卖直男卖得很好 但这也是一个操作上的意外 意外惊喜 否则说真的 直男是就是要看 但是你要叫她付钱 你要她掏钱真的很难 还真的很难 他们蛮爱嫌东西贵的 所以你刚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我相信你是就是 刚开始的收入应该是不是很有可能的 我那个时候是有副业 我就是正职在科技业嘛 我那时候在维新科技 然后副业就是弄 自己乱拍 那时候副业就是对自己乱拍 拍一些游戏 然后放到YouTube上面 然后都没赚钱 对啊 一定都是这样 很多年 大概三五年都没赚钱 可是后来突然就这样子 咻就有人看 后来开始 开始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题材之后 而且你访问那个房子的 后来做豪宅之后 其实我后来发现 看见我家那个房子的 我必须老实的告诉各位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街的一个业配 大家没有看出来 大家一定要看出来 但是否则我真的没事 不会把那个家里拿出来开放 然后那个 其实看到的人都是中年妇女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多很多中年妇女的观众 有有有 我觉得最近真的有 真的 就看儿子的眼光你真不错 一百分 谢谢 你妈这样有没有比较高兴 我妈常常就是跟我聊天聊聊 就是做妈妈的就是想要有一辈子都想要叮咛自己的小孩什么事情 但她真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叮咛我 最近只能叫我要不要吃太多油炸的 要要运动 不然她真的没什么事情叮咛我 你妈妈对女朋友好不好 你就对我女朋友 对我挺喜欢你那个女朋友的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但毕竟没有到很熟啦 尽量不要让她加入任何意见对不对 对就是我希望在她们中间当桥梁 我不希望 因为我很怕 我很怕我女朋友可能假设什么事情有点委屈 她又不敢跟我说 她是那个个性没有错语 我预设啦 我预设 然后我很怕我妈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恶意 可是讲了什么话 但我觉得目前是没有 但是我看了很多人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想说那我还是儿子在中间这样子 我觉得假装没看到 而且不要住在一起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不要住在一起是关键 因为有时候你跟你妈都会吵架了 你叫人家也很尴尬 我自己都不见得想每天跟我妈住 你讲小声一点 就是可以住在一起可是一定要分房间 就是要有点距离感 最好分楼层吧 而且不要再上下层哦 现在隔音没有很好 至少最少最少分楼层或隔壁户 希望你妈妈不是我们的听众 一定会有人长野大 一定会有人长野大 好非常谢谢久妹 谢谢你 谢谢干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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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